家屬來到急診心急難認 口角爭執暴力一觸即發 隨意損壞物品宣洩不滿 院方警情組立即通報警察 趕到現場制服鬧事民眾 可請律師可請這場有利的證據 回憶線禮拜這裡給大家指望 醫護人員會第一時間 會通知我們醫院的保全警衛人員 同時醫護人員會啟動警民連線 通報警方會立即在三分鐘以內 會到達現場排除現場 將現場控制 病患送達急診需要經過評估等 看病的程序 呼籲民眾切勿召集 將暴力加諸在醫護人員身上 如果說致死我們同人受傷的話 那這個可以處這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如果說重傷的話 那可能會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以下 理性溝通拒絕急轉暴力 透過演習 醫護提升自我保護與應變能力 彼此尊重一起維護醫療品質 大約新聞 現時商務國家歡迎報導 警方